经典杂志创办至今已经15年 15年来三万多页篇幅 数以万计的精彩照片 还获得了37座的金鼎奖肯定 那么今天开始 他们将在高雄文化中心 展出围棋一个月的摄影展 希望站在全球视野 邀请民众一起来关怀 台湾在地生活 张张代表台湾在地生活的写实照片 正是经典杂志创立15周年 站在全球高度所要呈现的台湾面貌 我们觉得台湾应该已经有足够的一个方法 足够的一个思维 我们可以让台湾再进化 所以我们会在人文上 做得蛮多的一个关怀 谈社区的一个诊件 谈很多的一个深邃的一个 最主要的台湾的人文的底蕴在哪里 15年来一直是经典杂志 忠实读者的成招和认为 经典杂志内 无论是玄奘法师西行求法途径 或者正和下西洋的远航 每一篇都让他视野开阔 也让他重新认识台湾 经典杂志它的每一篇文章 都不只是生日浅词而已 相关的重要的文献探讨 以及相关的专业人士的思考 他们的制作的内容 都会一起一并写下去 经典杂志15周年 除了在高雄化中心 展出围棋一个月的摄影展 然而汇聚发现探讨人文跟关怀 四大主题的新书 也同时发表 将带领民众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一起见证经典风促的果实 大爱新闻学历 郑绿萍高雄报道